堅如盆石,擇地有升 石破天晶 主持鄭雨石,曹家超 歡迎回到4月16日的石破天晶 教授,我們都很久沒說過現在的俄烏戰爭 現在的局面似乎有了一些突破性的發展 前天我們看到黑海艦隊的一個主力艦 這個很厲害的 旗艦,導彈巡洋艦 對,導彈巡洋艦 俄羅斯全國只有三艘光榮級的巡洋艦 三艘來講其實就是分判在三個戰略 俄羅斯很大 俄羅斯這麼大只有三艘 一艘就在北極 另一艘就在太平洋 現在這個我想都是主力中的主力 就是俄羅斯,這個莫斯科浩 莫斯科浩其實就好像70年代就開始服役了 也幫手打過很多場仗 2008年的格魯吉亞戰爭 去到201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 去到2015年俄軍去幫敘利亞的軍事行動 其實都是有發揮作用的 莫斯科浩其實在第一個月 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去烏克蘭開戰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其實都在佔領蛇島一役 其實都在駐守蛇島那些烏克蘭軍 就警告叫他們投降 不投降你們就麻煩了 最後這十三個俄羅斯說粗口回應 我記得就是 最後都是屢次見功 所謂這個莫斯科浩 但莫斯科浩都沉船 是吧 早兩天俄方說 是他們的反艦導彈 在艦上的彈藥庫爆炸 俄羅斯當然是說自己爆炸 但問題就是 你究竟為何無端端會 那些火藥庫爆炸才行 烏克蘭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打了兩顆海王星 這個叫反艦導彈 就擊中了 所以你就沉船了 教授 一個是莫斯科浩尋船 究竟對戰士有多大的作用呢 是守著黑海的 我想在士氣和觀瞻上 有相當大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現在 除了在戰場上見真章 大家都做很多宣傳的工作 比如說 我們等一下也會說 俄方就宣稱 這個東南面的城市 海港城市 這個馬利烏布爾 已經是所有守軍 都投降了 拍了他們投降 抬了一些雙兵出來的照片 他就說他有千多人投降 不知道有多少個 做宣傳 我們贏了 烏克蘭方面 一開戰都是這樣的 抓到俄軍的俘虜 就叫他打電話回家 講一下烏克蘭的情況 就不是說 個個等著歡迎你來解放烏克蘭 你看到宣傳是很重要 在這種很重視宣傳的情況下 我們就看到這兩個版本 烏克蘭就說 用這個巡航導彈打沉了它 俄羅斯就說 我們就不幸運 火藥庫爆炸 但是始終大家都看到 出師不利 一些俄方擁有優勢兵力 也都優勢的軍事裝備 結果就是 試路無攻 這個戰況是失利 傷亡也都相當慘重 你看到它這個戰艦 其實就是 雖然俄羅斯沒有航空母艦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航空母艦的能力 就是聽說它艦上有十幾種導彈的 長短棍兼絲 它沒有飛機起飛去轟炸別人 但是它可以發射很多導彈 巡航飛彈 可以去攻擊別人的 你現在都看到的 譬如說 甚至現在先進的技術 是不用去埋地雷的 它用大炮 俄方用大炮 射一些散彈的地雷 去你的城市那裏 去到民居 花園 你家裡的花園 都可能下了兩顆很小的散彈式的地雷 所以你見到 我們先前就說打打談談 現在真的談就沒有什麼好聽 因為見到戰場上的情況有些變化 烏克蘭似乎是 甚至你可以說佔到少少的優勢 也出現一些打沉莫斯科號 這些振奮人心的戰果 似乎現在真的 俄羅斯都說沒有什麼好聽 即是承認和談去了盡頭 繼續進軍 是唯一出路 我們上次也說過 烏克蘭方面 俄方指責烏克蘭以前答應的事情 現在不算數了 俄方說以前你答應 克里米亞半島 克里米亞半島 重要軍港 俄方指責烏克蘭 那些就不是你中立化之後 受大國範圍保障的安全保障的地區 另一方面就是 以前又說答應了 以後在烏克蘭和外國軍隊 舉行軍事演習 要通知俄羅斯 可以得到俄羅斯允許才做得到 這些全部都不接受了 至於這些 克里米亞半島 烏東地方的主權問題 就說你先撤退了 你先撤退了 先停止了敵對行動 我們兩個總統 烏克蘭和俄羅斯總統 大家見面再談 現在暫時不談 你停止了敵對行動才說 所以你看到俄羅斯就覺得 真是難談 人家都不跟你談 很多條件人家沒有辦法接受 不肯接受 所以俄羅斯的意思就是說 一滴為有在戰場上 取得克克戰功才可以談 現在基本情況是這樣 所以你會見到 似乎是集中火力去進攻烏克蘭東邊 希望可以取得 比較令俄方滿意的戰果 是 這個他自己修改了自己的戰策略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想打基庫 現在都沒有條件 第一你撤軍 第二你現在你莫斯科號沉了 好了 本身莫斯科號 剛才教授你說 一個重陽艦 它本身都有很多火炮 很多長程導彈在這裏 可以攻擊烏克蘭本土的 更加令到你震懾烏克蘭以西的地方 那個能力就壞滅了 已經很清楚了 你沒有了一個莫斯科號的巡量艦 其實你那些長程導彈 這些不會有風險的攻擊 就很難再這樣去做 如果你要攻擊烏克蘭本土的 只剩下兩個途徑 你是飛一些軍機去轟炸 大理飛軍機的軍炸的時候 也有很多戰斧式導彈 建坡式導彈 去射你 現在這些軍備 是源源不絕地來的 北約也好 美國也好 英國也有 現在拜登更加說明 會批價值8億美元的武器 去援助烏克蘭的 所以如果你說只是講 這個軍力來講 不只是有身的軍力 只是講軍事武器來講 這個去到此宵彼仗了 俄羅斯其實 你打一件少一件的 你的艦艦艇也是 那些將領也是 你看到為什麼 那些宗將、少將 其實是不斷地死的 為什麼要自己親自督師 因為沒有人用 這個很清楚 但是如果你說縮小 那個戰略的目標 只是打烏冬的話 那又沒有輸的 所以現在雙方都覺得自己有可勝之機的時候 那就更加難談 但是你長遠來說 究竟可以怎樣 因為現在 再傳出來 那就是說 5月9號 這個衛國紀念日 俄羅斯的衛國紀念日 那他就會宣佈勝利 其實也提早了宣佈 因為馬利烏波爾的戰略價值很重要 我們之前都說過 如果俄軍贏了馬利烏波爾的話 就打通整個烏冬走廊 就把這個頓巴斯地區 和整個烏克里米亞連成一線 那就可以長遠來說 就是成功分裂整個烏克蘭 那問題就是說 你究竟是不是真的佔領了馬利烏波爾呢 那俄羅斯的國營媒體就說 他已經是光復了 也就是佔領了馬利烏波爾的軍港 但是 現在據報說 投降了三十六海軍陸戰隊 就是烏克蘭的海軍陸戰隊 就有千多人就投降 但原來還沒有投降 那說有一支小隊 就和這個亞束營匯師了 那還有得打的 就已經是開始聯合作戰了 那並且呢 就前天他拍了影片 就說呢 不惜代價 就是奮戰到底 那這樣 那如果這樣看的話 至少你就算是馬利烏波爾也好 整個烏冬也好 長遠來說 你烏冬也要修復 烏克蘭軍佔領的地區 那所以就一場大戰就在所難免了 這個大戰未分勝負之前 都沒有可能談妥的 那所以接下來 如果你在普京滑下的底線 5月9號 那就是未來三個月 就會見到 三個禮拜 對 三個禮拜 就是大戰在職 你都會見到 稍前 奧地利的總理也都去過莫斯科 見過普京 他本來就希望承擔一些滑船的工作 特別是說到烏克蘭可以參照奧地利模式 奧地利也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正正式式成為一個中立的國家 但是奧地利的總理 在見過普京之後的反應 所得到的特色的情況都是幾悲觀的 他亦都表示目前都難談的 就好像剛才我們所說的 這種打打談談 因為戰場上的情況的變化 大家就會覺得 不再打一場 就很難在談判上有什麼突破 起碼就是烏克蘭的立場在強硬 絕對不能夠接受俄羅斯的條件 談判就沒有進展 於是你看到普京就好像曹總說 有5月9日這樣的死線 而且稍前也換了指揮官 陣前逆將 即是承認戰況失利 要換人 換指揮官 所以你會看到白俄羅斯好 土耳其好 或者以前提過以色列可能的和談 奧地利進行挖旋 全部現在都沒有什麼進展 似乎都是等等烏克蘭東面 但是你會看到 這個情況大家會看到 戰況會激烈會拖長 起碼拖幾個月 如果不幸運是幾年 甚至現在英國的媒體有報導 說芬蘭、瑞典可能在今年夏天 都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這個就更加形成了冷戰叢林 這個東西方陣營確立 大家的對抗更加嚴峻 這種情況就越來越接近了 現在的俄烏的戰士是如此 普京即使我們都講過 即使現在你贏到烏冬也好 你的首尾也很長 只是你對國力的影響 保守估計 你現在的未來一年 講經濟來講 就已經可以拖欄你10% 這個是很嚴重的衰退 我想甚至乎10%都是比較 可能真的很保守 因為你現在全方位的制裁 好了 你還有通脹 所以現在如果有 如果針對俄羅斯的石油禁運 或者天然氣禁運是成事的話 那個重創是更加難以想像的 但是如果俄羅斯之後的國力 是如此悲觀的話 撐俄羅斯的國家 也要想一下 尤其是中國 是啊 你會見到就是 剛才你曹總講的情況 立刻就會有兩個指標 就是西方的媒體就估計 就是下個月到俄羅斯的石油生產量 會大跌了 很可能去到三百萬桶一天 跟以前一千萬桶一天的高峰相差很遠 證明是賣石油是有困難 如果你賣得好 為什麼要減產呢 其次就是賣不到 賣不到 有些貸款 英文說debt servicing 以前的債留人錢要還息 到期的要還債 似乎周轉都有困難 聽說有些債券 即是俄羅斯發的美元債券 美元免額的債券 很可能要別人收奴報 從國際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講 我買的美元債券 你現在派奴報 就算是收息 我也不覺得不可以收奴報 算不算是違約呢 你會看到金融的壓力和經濟的壓力都很清楚 你看到中國新華社連發六篇文章 就大罵美國是戰爭的幕後黑手 好 我們以前看到這些反美言論 多數都是在場內那些五毛出來的 所以之前你看到有什麼大翻譯運動 翻譯了場內那些五毛說些什麼 給西方國家知道中國真正的輿情 和真正的輿論道向是如何 但是現在他自己說出口 用新華社出文 前後出了六篇文 第一篇文就是批評美國線風點火 挑動俄烏戰爭 第二篇就是為我獨尊破壞國際秩序 指控美國破壞國際秩序在先 比如說趁火打劫不擇手段斂財 那我就不明白為什麼現在俄烏戰爭 美國可以怎樣斂財 他花錢就多 我們剛才說過百億美元 就是軍援烏克蘭 他找什麼填數呢 橫行霸道揮舞制裁大盤 就說你現在很制裁俄羅斯 幕後操縱秘密軍事生物活動 就是說現在你說在烏克蘭境內 找到一些美污之間有合作的所謂的實驗室 但是其實這些是作的 還有至於人權衛道士 一美就從多角度 就是說現在今時今日的俄烏戰爭 此作俄者就是美國 甚至說亂言就是美國 就是說這一套標準 問題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些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回應 其實美國一直以來都沒有停過手 就是向中國施壓 就說去勸退俄羅斯的 勸退不了 最近還找了兩位財金界的官員 一位就是貿易代表戴琪 另一位就是耶倫 這個裁長耶倫 是的 耶倫就說 如果你不去幫助 去勸退俄羅斯 中國可能會失去你在世界上的地位 說中國如果不去選邊站 可能會失去世界上的地位 我想這個其實是有力的恐嚇 那會不會制裁你呢 會不會制裁你呢 會不會制裁中國呢 我相信現在擺明居馬就是 先給你壓力 指乎美國的意思就是 一定不能夠軍援俄羅斯 那條紅線就是那裡 如果你軍援俄羅斯 軍事援助俄羅斯 就說連你都制裁了 這個是清楚的 希望你也不要干擾這些制裁 就是不要干擾西方的制裁 這個就彈性一點說 譬如我就是金融制裁他 你又借錢給他 那算不算干擾這些制裁呢 我明明在這裏進行金融制裁 你又借錢給他 那這個就難說了 這個就不是紅線 這個就是灰線 那就是美國似乎 就希望在灰線那裏 都加些壓力給他 那這個也是歐盟的立場 我們之前見到歐盟的領袖 和中國主席習近平 市長會議時也都是有這樣的意思 就是希望你不要干擾這些制裁 這個會影響到你中國的 在國際上的地位 影響到你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 那到了這個貿易代表戴琪 就因為他的職責範圍所在 他就說得比言論尖銳很多 他的意思就是 從這個貿易和中國的中美經濟關係的角度來看 其實中國對美國的威脅 長遠來說還要比現在的俄烏戰爭更重要 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負責中美的貿易談判 負責現在現行的貿易的懲罰措施中 希望能夠得到作用、取得中國的讓步 所以他的壓力、他的立場就比較硬很多 他會說美國要認清中國的威脅 特別在長期來說 既然認清這個威脅 就應該給他更多的壓力 去爭取更多的讓步 所以戴琪當然從他的職責所在 就會有些擔心 美國政府的注意力去歐洲、去烏克蘭 會不會在中國的貿易談判方面 是沒有辦法堅固呢 你看到的壓力是來的 中國似乎就是答應 默認不會是軍事援助俄羅斯 他的說法就是自己還是嚴守中立 但是如果美國、歐盟等國家 覺得你是不是在破壞制裁呢 我那頭制裁他 你那頭又在金融經濟上猛撐俄羅斯呢 特別是撿平貨呢 嗯 你雖然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說 很清楚的 其實中美關係 即使是不好也好 中美的商貿關係 全球是最密切的 當然 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如果你說純粹從一個宏觀的經濟體來講 最大的是歐洲 歐盟 但是單一國家來講 一定是美國 現在那個商邊貿易是去到6000億的規模 其實是 其實 其實習年斯基都講過了 希望中國認清 歐美和中國的生意夥伴關係 是多大 中俄那個生意夥伴關係 又是多大 中俄那個貿易力額呢 其實頂盡 都去到現在 15億一年 15億美金 但是問題就是 這些 你和中俄的關係 其實如果你說純粹 以生意角度來講 經濟角度來講 其實是 我想是在抑制 除非 你是可以明目張膽的買那些便宜 這個你可以有好處 但是你買那些便宜 你可能面臨西方的制裁 那現在 當然 你說有的方面 其實現在西方是去到有些頭暑忌 尤其是歐洲 那 習年斯基也是向德國表示不滿 是吧 譬如你說 德國的總統 想去烏克蘭 又打卡 現在你看到 肌腹光復了之後 你那些西方領導人 就開始連環去打卡 是的 但是 你看到 其實現在那個德國總統 為什麼吃了閉門羹 哇 大佬 就是 習年斯基來者不拒 偏偏 德國總統說去的時候 就吃閉門羹 為什麼呢 烏克蘭的說法就是 不是啊 你過往 又積極的推動這個北溪二號 又淡化這個俄羅斯 威脅啊 跟你不是朋友 現在他自己都開始 就 這個德國總統都開始自責 就是說 以前做錯了 這個 非常之醜 但是這個油的問題 是值得關注的 俄羅斯油的問題 是 但是 你看到就是說 美國都開始向印度 向施壓 因為其實印度原本都想火中取栗 就是想買俄羅斯的便宜 但是 都受到西方國家的關注 尤其是美國的關注 而 為什麼印度其實是沒有西方那麼嚴厲的關注呢 尤其是美國 因為它有其他的戰略價值 印度 又是地緣政治上面 四方戰略會談的 主角 是的 制衡著中國的 整個印太戰略 沒有了印度 就真的沒有印太這個字了 沒有印度 就只剩下亞太 這個我都看得見 嗯 你去到這樣的時候 這個你就沒有辦法 現實的 現實角度去考量的話 隻眼開隻眼閉 但是 中俄的關係 中俄就不可以全面地合體 不可以全美聯合 因為 其實這個就是 美國都很警惕的一件事 是吧 就是剛剛蘇利文都說過 是吧 如果你說中俄 真是成為了一個 這樣的冷戰的夥伴的時候 那麼 蘇利文 就是白宮國安全顧問都說 其實他就不會 當是看不到的 現在你中國對台海的威脅 也都講到明給你聽 台灣不是烏克蘭 那麼 所以呢 就戰略上面 中國是一定是被美國 監獄的 一定是被美國監獄的 那麼 但是呢 俄羅斯呢 我又不會放棄的 因為呢 在這個 所謂戰略大三角的關係呢 中國是希望呢 左右奉原的 但是呢 中國也都明白 不想呢 就是呢 西方的制裁呢 延伸到中國 因為呢 如果不是呢 就真的 屋漏肩馮夜雨了 現在又有疫情啊 又有房地產啊 經濟又諸多困難啊 那麼 如果再加上西方的制裁呢 就真是很難吃得燒 那麼 那麼分分鐘呢 你到到 到到呢 是開 今年秋天開二十大的時候呢 經濟好不行呢 那麼 真是好沒面子 那麼 現在你看到 好像 招商銀行 就是國內的大銀行 不是四大 不是四大之外的 比較重要的銀行 那麼他們的 研究報告都走出來說 說 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率 可能去到4.5而已 那麼本來 就是 李克強的 政府工作報告 是希望有5.5的嘛 現在都說 上半年4.5 那麼整年呢 可能回到4.9 就是呢 原先所說的5.5都不能夠達標 那麼 雖然說 就一二月 就是 這個 上海疫情 還未轉趨嚴峻 那麼一二月的統計數字 都還可以 但是大家估計呢 說三四五月就應該很頑 所以呢 已經是開始 就是 北京的金融界呢 已經傳出消息 就是 領導層呢 都開始放寬銀根的了 就是希望呢 在貨幣供應上呢 放寬點 托著市 所以你看到它的經濟壓力都不小 所以它 它仍然都是踩鋼線 仍然都是 一方面呢 是 維持著 跟俄羅斯的關係 要撐俄羅斯 就是盡可能 就是 不被制裁 這個框架底下 盡撐俄羅斯 在國內就要 打中心口 死都說 美國是不好 進行反美的宣傳 我想新華社連發六篇文章 就是以習近平的作風 就是次々 1963到1964年 1963年尾 7月到1963年 1963年9月到1964年 7月呢 毛澤東指導 鄧小平主持的 九評 蘇聯 修正主義 現在都發了六篇 我想分分鐘 真華社都剩下了九評 這個當然 就是 一方面 就是講給美國聽 但是更重要 就是講給國內聽 我們都是支持俄羅斯 美國還是敵人 我們都要認清美國 是這個罪魁禍首的本質 始終都是 在輿論上 在宣傳上 都是不會放棄 是繼續攻擊美國 來反映自己的正確性 就是你罵美國 其實主要都是自己正確 嗯 那就沒有用的 你說你學老毛 那樣 九評蘇修 針對克里曉夫 這樣去攻擊他 但是人家是有後果的 是吧 就是你毛澤東講完這一篇 講完 發動了輿論攻勢之後 是真的對蘇聯滑青界線 甚至乎是一個對抗性的一個外交立場 就是有後果 那好了 你現在 就是你發飄了這麼多篇文章 去反美的時候 又說他是恥作勇者 那你是不是會向這個美國開戰線 是吧 就是你可不可以 好像以前對蘇修 對當拜登 是克里曉夫這樣打呢 行不行 是吧 就是跟這個蘇聯分庭抗禮 就是你經常說反冷戰 其實現在中國他走這一套 是吧 尤其他自己做這些大內選 全部都是冷戰思維來的 有人跟你說俄烏很慘 烏克蘭很慘 沒有人道災難 你自己又說 不願意看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不願意看到現在的情況 就好心你勸停了 是吧 現在不是美國去攻打烏克蘭 是吧 是蘇聯 現在是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是吧 就是很簡單 你就算是美國 攻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那你都要武將打 你這些武器才沒有用的 是吧 現在誰在開戰呢 那你和六十年代對付蘇聯的手法很不同 最明顯的就是 你那頭就是新華社綠評美國 但是同時這一兩個星期 我們聽見就是說 就這個中國國企和大企業在美國 股票市場上市的事件 你是全面讓步的 是吧 你們有資料嗎 我們都盡量 於是我們指示 郭思偉啊 這些機構 有個聯席會議 草議的框架 看看有什麼資料給你 我們都給了 就是我們繼續在這裏上市 資料就給足 你都很怕痛 你都在這些方面讓步 雖然你是新華社的文章 給國內看 是啊 PCAOB 就是現在美國的監管 要你拿什麼你都要給 就是很簡單 這些東西這個時候 就叫做是 就是叫做是 按你的按鍵 看你能不能去復元 你想一下 你現在在美國 那裏有百多間中資機構 你說退市 你要退哪裏 退香港 退香港 它可以搞你香港 所以你最後就是要國際資本 才撐得住你的企業 那你現在 人家按你按鍵的時候 好啊好啊 有得談的有成的 那你就不要自給老毛 所以有時候 那些人看不起你就是這樣 好了 教授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一回來再見 好嗎 好 好 OK好 拜拜 拜拜